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撒呢就是完全的按照这个省市专家的指导意见 还有结合我们国家的第九版的小撒要求啊 来进行小撒的 同时也全程进行录音录像 这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大家 我们是怎么如何小撒的 我的视频可能都流露出来的 确实有一些那个镜头啊 反映把我们那个冰箱里面的那些蔬菜啊 食品啊全部给什么 这也是一种正常的那种处置方式 冰箱这样的一个就不见 还是冷眼保持那个病毒 有可能保持时间长 根据小撒专家的这个指导意见 要全部进行小撒 做得万无一失嘛 同时呢 我们现在就是所有的那个 在外进入隔离的人员 回家之后啊 我们都给配送了相关的这个 米面油 还有蔬菜啊 包括这些小土的礼宝 全部免费给他们提供的 对于这么小撒的家庭啊 基本上都是认可的 消毒前呢 社区工作人员呢 是要与感染者及其家属进行积极的沟通 争取他们对入室消毒作业的一个理解和配合 同时呢 还要了解屋内是否有特别需要保护的需求 那么在这里呢 也提醒这个广大的居民朋友 那么在周末消毒作业之前呢 能够主动的和消毒的作业人员 这个告知他 这个屋内对有 是否有对消毒剂敏感的物品 或者是需要特别保护的一些物品 那么便于消毒人员呢 在作业时呢 制定一个这个 有针对性的一个作业的操作的方法 相比病毒共存的话 当然必须要配套啊 所以呢 又旺旺水神来防疫 有效能够保护您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 买的时候记得呢 输入呢 向下的推荐代码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